好,那我隨便舉幾個大家的意見 第一個,請問這個代孕者裡面 你們在草案的第22條裡面有寫到說 限於有足月懷孕生產經驗 而且沒有重大併發者 這個是裡面的一個其中一個條件 但是對於這樣子的條件 他真的有辦法做到知情同意嗎? 怎麼說呢? 就是如果他沒有任何活產的經驗 就是他沒有真的成功生下小孩的經驗 他有辦法知道說 我知道接下來作為一個代理孕母 他可能會遇到什麼樣的情況嗎? 所以我們條文設計就是說 要想成為代理孕母這件事 他必須要有足月順產的經驗 他必須要有去媽媽的資格 也有受孕婦的資格 也都已經有那個經驗過了 但我的意思是說他沒有生過嗎? 我們沒有規定 我們規定他不可以的 沒有生過就不可以啊 所以在你們的文字裡面 是有一定要生過小孩才可以 一定要生過而且還是順產 好 那這個就是必須要在文字裡面 寫到非常清楚 這就是民眾的疑問 再來在